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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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V 包肉骨茶 好想看这部戏 诶 怎么不可以 哎呀 大家有没有试过这样子的情况 就是有一些网站 就是有一些视频 是因为你的国家的关系 所以他不公开给你的国家 这样子是一个不公平的事情 不过没有关系 接下来的视频呢 就会为你解决这样子的问题 大家好 欢迎来到生浩TV 我是生浩今天将要为你解决刚才的烦恼 看不到自己想要看的视频 是一件很烦恼的事情 想要进一个自己想要去的网站 就进不到是一个让人很不爽的大件事 所以今天我将要为你解决这一个问题 我现在是使用Android版本的 Sansom Galaxy S4 所以如果你的版本是iPhone或者其他的话呢 你可以寻找一个类似的App 首先你先打开你的Google Play 然后在Google Play那边点击 Search Opera Free VPN 这一个Opera Free VPN呢 其实就是由Opera自己研发出来的 它的功用呢 其实就是更改你的IP address 去其他的国家 这个做法呢 其实有很多种 需要你有一些IT的Background 可是这个App呢 它相当优势Friendly 它就是不需要你的ITBackground 你也可以做得到 首先现在我们先去安装这个App 好了 安装完了 现在我们打开来看 在第一个界面的时候 它就会跟你说 这个VPN呢 其实就是为了 安装那个网站for free 然后可以 accept 你喜欢的网站和App 从任何个地方 现在我们gettingstart 它会有一些解说 然后它的功用 其实就是帮你 去另外一个region 这个FreeOpera的VPN呢 其实它也是会 保护你的Wi-Fi Hotspot 它呢可以 block掉一些tracker 就是有些 网站或者一些App 它会track你的location 把这个它可以 帮你block掉 因为这个需要permission 所以我们需要 点击permission 让它执行 好 现在已经设定好了 过后呢 我们直接按connect 这个是一个 比较动漫的人 connect好了 这边呢我们先看一下 它有多少个国家 可以选择 首先我先按trans region 它这边有五个国家 加拿大 德国 德国 新加坡 跟United States 现在我要看的是一个 新加坡的频道是 所以我选择的是新加坡 然后现在它就会 换我的region 去新加坡 然后刚才它有一个说 就是它会 帮我们block掉那些taken 我们先拉下来 它是讲我们的Guardian 是inactive 然后我们可以 按active 它就会帮我们block掉 这些traken 中间这个呢 它就是会说 你的wifi 是被 保护着的 所以我们可以 测试wifi security 看一下 这边呢 它就写 如果你没有opera VPN 的话呢 你有一些东西 你会被explored 可是如果你有opera VPN 的话呢 你的很多东西都会 被保护着 这里我们就去看 刚才我们看不到的 那个wifi 这里呢 我们先refresh 这个page 现在我先点击这个video 这样就看到了 当你不想要 继续使用这个VPN的时候呢 你就把它拉下来 然后你点击这个VPN 我们就按disconnect 它就会disconnect了 然后我们再录多一次 然后我们点击play 它就会呈现你的这个不可以看 以上就是我想要为你分享的实用APP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生号tv的话呢 请记得 马上订阅生号tv 因为我今天会陆陆续续 介绍的各种不同的 而且又实用的apps 希望你会喜欢我的影片 这边呢 有我为你推荐的两个视频 如果你喜欢的话 可以记得点阅来看哦 See you bye